阅读不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养 还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热爱阅读有助于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今天小欧育儿说的小编 就来给大家说说适合亲子阅读的办法吧 亲子阅读听起来十分简单 但其实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孩子来说 阅读可以很好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启发孩子的思维和想象力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亲子阅读顾名思义 肯定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 让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开启对读书的兴趣 阅读可以提升孩子的逻辑能力 孩子开始阅读 第一本书就是绘本 绘本以图画居多 而且具有童话趣味性 在阅读的过程中 孩子们可以很好地学会思考 同时随着咱们孩子阅读绘本数量的增加 以及阅读难度的提升 也会提升孩子的知识面 以及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 同时阅读还可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在家长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孩子总是会有各种疑问和自己的想法 这个过程中孩子的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的 阅读的过程也是孩子学会理解的过程 孩子去理解书中的故事和道理 去实践很多真理 现在的家长都是很忙碌的 即使是下班之后 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碌 很少有时间去和孩子进行互动和玩耍 亲子阅读就可以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父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孩子也会更加地了解父母 亲子之间更加亲密 想要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绘本也是很重要的 在绘本的选择上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做选择 一岁以内的宝宝认知活动 主要是通过感知觉来获得 其中主要包括了视觉 听觉和触觉三个方面 所以这个阶段的宝宝在绘本的选择上 要是色彩比较鲜艳的绘本 有声绘本 还有不容易被撕坏的不绘本 两岁以内的宝宝处在认知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个阶段宝宝的记忆力 模仿力 想象力和语言能力都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候的宝宝会对文字产生很大的兴趣 所以家长可以为孩子选择一些易懂的卡片式书本 宝宝一般都是很好动的 专注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也可以选择一些趣味强的书籍 可以很好的吸引宝宝 同时这个阶段的宝宝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 父母在讲故事的时候 可以充分的去发挥宝宝的想象力 三岁的宝宝对于事物的感知具有无意识性 这个时候的宝宝主要是凭借直觉思维去处理事物 宝宝是否可以形成记忆点 主要是取决于宝宝对事物的兴趣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给宝宝选择开发脑力 和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书籍 想要做到有效的亲自阅读 首先家长要先提前的熟悉内容 把书籍中想要传达的重点知识 都言简意概的给宝宝听 这样更加便于宝宝去理解 其次想要养成宝宝的阅读习惯 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做到有效率的阅读 阅读才可以吸引孩子 让孩子很好的沉浸在故事中 有效的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阅读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会再坚持养成好的习惯用心阅读就可以了 家长也不要总是追求孩子阅读了几本书 阅读的数量不重要 这都会在无形之中增加孩子的压力 在书籍的选择上也要从孩子的兴趣出发